会行走的植物有那些 养过人参或者有挖人参经历的人 会说人参是可以自由移动的植物种类 其实人参并不是真的能够移动 它没有自主活动能力 人们说的人参会跑 大概率上是因为植株到了休眠期 跟进部位会采取自我保护功能 在土壤中难以被找到 步行仙人掌是南美洲会行走的植物 它们的根茎因为特殊的生长环境 发展成了可以走路的双脚 根茎上有明显的软刺 能够扎根于土壤之中吸收养分和水分